Marnie Flower Cafe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Marnie Flower Cafe 這次這個Cafe是由Joyce主辦的 其實它2017年都已經搞過一次 當時就在海港城那裏搞 2017年就只賣一些袋子、裝飾品、鮮花 我記得我買了一個可以裝茶葉的鐵罐 這次這裏就是買一些袋子 都是跟以往的Marnie Market一樣 都是買一些比較駕入風情的手袋 這個模型來說都是以以前Marnie Market 一向有賣的一些圖案為主 價錢是800元起的 另外它亦都有一些花瓶 或者有一些玻璃製的類似一些杯 也可以裝花的一些玻璃工藝品 700元左右 我覺得這次來這裏都挺划算的 如果以Marnie平價入手為主 800元已經買到一個 A3 size這麼大的一個袋子 而且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剛才已經買了一個900元的Tote Bag 其實2017年的時候 我都原本想在海港城那個Marnie Market那裏買 不過那時候我就選了買了一個 2000多元的一個布袋 這次我自己就選了這杯 它是一個Rose Matcha Latte 我覺得那個味道都真的很玫瑰花味 而且它那個綠茶我覺得是好喝過外面的 而大家可以留意這次主題的飲品 亦都精心設計過這個杯 它的杯子是用了Marnie Flower Cafe的這個 描述為主 你可以看到其實你也想拿回家 收藏一下才扔 這次就選了這一杯 Rose Matcha Latte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獨特 還有一些清甜的感覺 不知為什麼呢 它這個綠茶味其實也很濃郁 它還很細心地用玫瑰花飯去 點綴一下杯面 我覺得是可以加分的 而冷的杯就是一個Ice Peach Tea 它只有冷喝的 就沒有熱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都很突出 你可以說那個茶葉味很濃厚 就是說外面那些很甜的土茶 今次我就在這裡買了這個 價值900元的一個Toe Bag 剛才都提過的 其實我在17年的時候都原本想買的 不過我朋友也有一個這個袋 我當時卻步了 我就買了另一隻布袋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它的尺寸也不錯 它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近次還比A3大一點 900元來講 買到一個Money袋已經很值 因為它平時一個PVC的Toe Bag 都要2000元一個 這個絕對是物有所值 今天知道要來這裡 其實我真的會心打扮過 我特地配了這個 一個藍裝的Simon Rocha 成H&M的T Shirt 其實它這個圖案 就是一個花花的照片 我覺得既然來一些 和花有關的地方 就配上一點有花的造型 而項鍊方面 就是一條Vintage的 Marnie項鍊 是去年我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再配上一條以前Marnie穿過的A9 Skirt 這個袋子就是我一個好朋友送給我的Kofield的袋子 Kofield其實是他們團隊離開了Marnie之後 再在外面製造了我的新品牌 今天的鞋子和襪子我也是穿上了Marnie的 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之後 再Subscribe我的頻道 然後再Follow我的Instagram Thank you 下集再見 拜拜